加上香菇 蝦子 魚乾 還有肉絲跟雞蛋 大雜燴炒出的年糕 滿滿一大鍋 料多味美 年糕又Q彈好吃 對於許多漂洋過海 來到台灣的大成島移民來說 這在以前只有在過年時 才能吃得到的美味佳肴 因為我們是從另外一個故鄉 到了台灣 台灣變成了第二個故鄉 那在這個時況背景裡面 因為戰亂或是怎麼樣 離鄉背景 離鄉的油脂他會記得 在家鄉母親主也他吃的那一餐 因為我們大成人 剛好在過節的時候 撤退到台灣來 那我們最傳統都是年節 年高年高 年年高升 然後他會把家裡的很好的 像我們的魚乾 蝦子 那雞蛋什麼 炒起來以後 讓家的年糕變成一大鍋 那我們就是好像說年菜一樣 一大鍋團圓的意思這樣子 然後所以大家很深刻的記憶 可以嗎 正常 再等一下 不夠燙 不要急 慢慢來 你水溫不夠 今天天氣有冷風 這裡的水溫沒有到達一定的 程度的時候 你把這個東西擺下去的時候 它風一吹過來 熱脹冷縮 它會吸下去 吃的不僅是記憶 更是生存與生活的拉扯 擁有五十年歷史的永和大成年高 黨家的已經是第三代的周國良 身為家中的妖兒 從小哥哥姐姐全都在幫忙 自己當然也不能例外 十一歲開始洗麵粉袋打雜 也常常聽父親說起自家年高的過往 得從距離台灣四百六十公里以外的 大成島說起 那爺爺這一輩就是在家裡 早上起來做好糕點以後 到中午的時候 然後就到碼頭去 然後有些剛抓漁船回來 因為都是靠勞力的 所以他肚子會比較快餓 然後他這時候就會看到糕點的誘惑 他就會說 先拿著吃 然後就會說 先奢 我那賣完娛樂會再來擠 所以早期爺爺就是挑著餅蛋 在碼頭販售這個糕點 你幾塊 也不塊 不塊 我那個時候幾幾塊一點 那當地我可以嗎 一家子跟著政府搬到台灣來 當然也只能賣糕點維生 只知道了父親 一家十一口食指凡號 為了養家得要在永和家中 做好糕點後 挑著扁蛋到後火車站 坐火車跑到北投 賣給經濟狀況比較好的 官夫人們 我 position 熱رب身時間 擁有 治療